每年夏天台北一岁节将很多特色空间变成了创意舞台 今年参与的表演团体刷新的记录 一共有154组600场演出 来自港澳、日本、德国的团队将在牢房子 庙鱼古迹、森林或者甚至是淡水和尚表演 今年还特别增加了喜剧和歌舞剧的类别 像是以漫才脱口秀为主的卡米地俱乐部 今年就会有喜剧演出 一岁节的作品非常具有实验性 是很多秦瑞艺术家冒出头的舞台 蹦蹦跳跳的绿皮黄皮双兄弟 无厘头的行为与舞步 蜕变自台北一岁节主视觉的两颗艺术铁弹 双山下河穿梭台北大街小巷 演出自由开放的艺术精神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艺术节 等一下 我觉得台北很坚强 没有那么容易碎啊 所以这样子啊 我们在打包装箱的时候 要放很多保力龙球啊 放它防证 可是没错 要小心轻放艺术天上去盘它 不是这个艺术啊 不是这个艺术 所以说的艺术是艺术到岁 起源自英国爱丁堡的艺术节 边缘非主流的自主精神 深受创作者认同 漫才演员卡米迪好师派 不只可以在庙口演脱口秀 老房子剧场甚至是游艇 都是他们的舞台 因为今年卡米迪有两条线这样子 就是一条就是我们 比较擅长的脱口秀形式 就是游艇爬 那我们有另外一条线是短剧类的 就是戏弄卡米迪 原生自台北的卡米迪喜剧俱乐部 今年要带来四出表演秀 三个礼拜的一岁节 台北城内共有154组表演团体 600场演出 再度创下新纪录 也首度增加了喜剧歌舞剧类别 台北一岁节也吸引亚洲 邻近表演团体 包括港澳 日本 而德国编舞家奥克萨纳契 首度来台发表新作 融合东方非洲元素的埃及女王 纳夫弟弟 在一岁节里面 有非常专业的表演者 但是也有素人 以及可能还在培养自己的 就是艺术经验的这些创作者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可以被滋养 而且在就是很靠近生活的地方 去做它的创作 跟它展现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在提说 就是怎么样可以 就是更靠近 就是让这个城市的文化 可以慢慢地发芽 慢慢地滋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台北一岁节丰富自由的舞台 年年创下场次纪录 同时也培养了一群看戏大队 多达61位的剧评人 要为民众在茫茫戏海中 指引看戏方向 我们不会分配 或者是规定我们的剧评 要去看什么戏 这些都是他们自由决定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 是比如说很多 就是很想要看表演的观众 他一看到600个场次的演说 他就昏倒了 他就觉得没办法 然后所以这个剧品给团队反馈 但同时也给我们关系的观众 一个指南 因为演出内容多元 深具实验性 观赏一岁节 成了台北每年充满趣味的一场 艺术冒险